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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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我违规了 这小汤圆 心情怎么样 心情不是很美妙 不是很美妙 不是特别的美妙 慢慢调整一下 感觉眼睛红红的 因为刚刚下播了 喝了一点强爽 我下播了喝了一点强爽 然后跟我家里人打了一会儿电话 跟我家里人打了一会儿 99呢 99在成都啊 99 什么时候接99 我真的我还不确定这个事情 我不能确定这个事情 到时候确定什么时候 把99接回来 我会告诉大家的 我会告诉大家的 怎么开心怎么来 我不知道现在我 寻找开心的方式是什么 寻找开心的方式 我感觉我好像现在对什么 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兴趣 我唯独有把视频拍好了 发出去数据还不错的时候 会开心一点 其他都没有什么 让我很开心的事情 打工人也陷在冲绿的感情里面 你们是不是看我现在有点迷迷糊糊的想让我说一点 关于感情的事情 其实这几天 我唯一睡好的几个觉 让我给你们讲一下有哪几件事情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很丢脸很不争气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 国庆节的时候 国庆节的时候 国庆节当天 他给我发了一个国庆节快乐 后面加了一个不要回复了 那天 那天睡了一个好觉 哈哈哈 你们能懂吗 然后第二天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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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就是前几天 我在群里面 就是我们有一个群 我们有一个群 那个群里面 是很久以前有个人的生日群 大家就在里面开玩笑 大家就是在开一些玩笑 我有点看不懂那个玩笑 我发了一个问号 我发了一个问号 然后紧接着 他也发了一个问号 就这两次 稍微让我 让我开心了一点点 就这两个事情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任何的联系 就是这样 虽然心疼你 但是你不要再讲 我觉得好不争气 觉得好不争气 我现在有一点点迷迷糊糊的 可能明天酒醒了 就不就不会这么觉得 明天酒醒了 拍一个好汉的视频 发出去数据不错的话 应该就不会像了 不丢脸很正常嘛 对啊 因为现在还在接断期嘛 哎呀 谢谢Luyomers 谢谢Luyomers 大男主往前走 哎呀 我根本就不是大男主了 我不是大男主了 其实我现在我家里全部都被我安顿好了 我其实我没有想过自己要赚多少多少的钱 我只是觉得搞成今天我觉得我自己 感觉很失败 感觉自己很失败 我想让自己工作啊 各种方面都回到正常的状态也是真心的 但是我总感觉这个地方好像不是我的归宿一样 我感觉这个地方像我 像我租的一个宾馆 这里让我一点没有家的感觉 所以我真的很期望自己能 在这里暗地下来慢慢工作 恢复正轨 挖点野菜去吧 我现在是分手阶段期啊 你别说我发挖野菜了 我也在祝福自己可以赶紧开始正常的工作啊 赶紧开始正常的工作 然后赶紧开始步入正常的生活正轨啊 那本来就是在分手阶段期嘛 我又不可能那么快 两年了 找个心理医生聊一聊吧 我猜 有好多人这样建议我找个心理医生聊一聊 我吃了不想吃吃不下 祝福你会有开心的心生活的哎呦 我也希望会有的 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 会在吗 从明天开始我就不这样了 我告诉你 明天我发了那个新视频 我又会变成那个冷血无情的成侣 明天我发了那个新视频 明天晚上我的直播又是那个冷血无情的成侣 因为你不真诚 好吧 我这两年都不真诚吗 我这两年 我这两年做的很多的事情在你们眼里全部都是假的吗 装坚强的时候很不真诚 那本来就是啊 那我要祝愿自己早一点开始新生活 那不得每天给自己打一些强心计啊 但其实 看过我久的人都知道 我就不是 我就不是一个很洒脱的人 我就是一个 哎就是一个很嘴硬的人 看过两年就知道了 谢谢肉肉 谢谢肉肉 谢谢还能充滤 要把自己认知是个男的这个事情改过来 我知道我是男的呀 我生理上就是男孩子嘛 但是我就是 心理上有点像小女孩啊 心理上就是有点像小女孩 如果可以让我重生一次的话 我愿意当一个女孩子 谢谢你你不吃饭 其实我愿意当女孩子了 如果让我重生一次 我妈把再再把我生一下 我愿意当女孩 他那些不都是信号吗 你怎么觉得不是信号 我刚刚是没 是不是没有讲我的信号啊 我也讲了信号啊 我的信号是 我的信号是 国庆节结束那天 国庆节结束那天 我给他发了个国庆节结束快乐 我说 你也不用回复了 他半夜三点给我回了一个谢谢 然后第一天早上我又回复他了 我说不用谢 然后我说加了一个 早上好 你也不用回复了 我也给了 我也给了 但是我们从那天就没有联系了 这是啥信号 他给的就是信号 我的就不是信号了 我讨厌你们 我讨厌你们 他的是信号 我的就不是信号了吗 讨厌你 我讨厌你 感谢我记得加电话 撑着吧 撑着不是趴着 好好撑 不是捐屁股 说他没说你陈律 是 撑着 平板之城 撑着 撑着 对于是这样子好像那个毛毛虫 哈哈哈哈哈哈 我好生气 我受的耻辱 一会我会划给你俩的 是觉得自己很可爱吗 让你起来了吗 撑着 觉得自己这样趴着很可爱吗 是的是有点可爱 你起来吧 我呢我呢 空空空空宝宝没宝宝 你也起来吧 随时趴下 啊这是我队友的指令啊 不是我你在这都 趴下 他让你趴你就趴 牛逼 该小分牛逼 趴下 好好趴整局PK吧 恩赵 别起来了 现在立刻马上输输陈律 输输的好 你做起来 陈律 我拿你当我的队友 你就露出来这点分是吧 我以为你有多多玛丽呢 也就是这点分嘛 你还信 信字幕幕的安安 我要跟你一组 你跟谁一组 陈律直接回击他 你自己有多少 你比我多了很多吗 我这是后悔了 我后悔了 我也后悔了 谁要跟你一组 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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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迈了 收好你们两个破塔 还有最后8秒啊 陈征 陈律老师 你是我最喜欢的男主播 来 武丹的鸡脚精 安静公主那边我买好了 好 我也买过喽 嗯 好 哇塞 我操等一下 我买成成都的地址了 等一下 没事 你改一下 他那个 不改了不改了 送给我前任吧 姐姐 不想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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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怎么喝这么红 因为我 我喝了两瓶福特加啊 喝了两瓶福特加 强 清 清霜啊 喝了两瓶清霜 记得改地址 哎呀 就这样吧 不改了 胃痛不痛 不痛了 不痛了 心里面好好玩 清醒一点好好玩 嗯 谁能抱抱我 现在谁能抱抱我 可能我不能叫莉莉抱抱我 现在还要找个人抱抱我 谁能抱抱我 助理助理不能抱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